公園溜彎遇见一位大妈 大妈愿意一个人坐着 于是我们就跟大妈聊了起来 看我就最不爱说了 我老一个人坐着 为什么呀您这老一人 就是习惯了从年轻就这样 年轻我一说话说多了吧 就这里的男手 颈椎有毛病的事吧 您说吧 要干嘛 大妈您今天您高手 85 您那身体真不错呀 一直都我吃药 结五十多岁我就吃药 哦五十多岁就吃药 吃药那不是说有毛病 是我那时候就是干活吧 就是特忙那时候 也不知道说大不动的东西 也不会说就大了 就给它颈椎压坏了吧 就是这脑袋 它难受血伤不去 一直都吃药 到现在这药都没停 不是说有毛病 就是自己累的累的 您年轻主是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那时候啊 啊 孩子门人看 哪都要人 像我这帅人 五几年时候 哪都建堂都要人 出不去 孩子门人看 自己看着 干孩子大点 后来就是这个家属联不是都招吗 70年了那时候招家属去了 那时候已经都三十多了 四十多又退休了 在单位 那时候就是哪都修马路干嘛的 拉这个拉那个的 我们是那个 那公司的 您几个孩子 四个孩子 哇 几男几女啊 两个男孩 两个女孩 那真真棒的 这个 好 两个伙伴 哎呀 累着那些 那时候上班长心店 挺远的那长心店 是 汽车十一厂 不让我们出去 装一年的车呢 不让我们出去了 给我们分配的这个厂子里头 给我分配的十长 哦 在十长 做了十一年 要退出孩子接班去了 哦 孩子还接您班 啊 那您这工作还找得不错 等于也给孩子找了一工作 家属联 那时候也人也多着呢 家属联 三个联 也好几百人呢 这后来就 看孩子了就 看外孙子上我的 就退休上我的 也没闲呢 是 那您得就把四个孩子 看得能自理之后 您在参加的工作 大得看小的 扔下就走 不管吃不吃 那时候都这样 是 像不得帅着 孩子哪有人管呢 嗯 那时候孩子上学 那大得上学是半天 哦 半天跟家里头 就是学习 嗯 那时候 都家里头做饭干嘛的 孩子都 都能 成了就 是 也挺辛苦的 人家说起来也挺不容易的 是 长一点上班 早起 晚归 八点下班 大家十点 啊 那车那时候不像现在 有高速路上我的 那是车卖 对 刚上班的时候 是自己找的工作 那儿职工家属啊 都是 大爷是那儿的家属 啊 等于给您介绍的 啊 那儿 招家属都给招到那儿去了 看见到现在 那单位还有呢 不是有之地儿 那时候那北上坡叫 是 大广场上去北上坡 嗯 我们弄一修理厂 修理厂赚钱呢 是 他能够坐汽车 嗯 在修理厂 我们这单位到现在还存在呢 到春节还给点呢 过年费呢 会 到现在都给您过年费 给 那真不错呀 而且您这个八十岁以上 能拿到补助了 现在 八十岁 拿一百 那妈您现在的退优金 能拿多少 十一年 嗯 没有工领 我们 就是反正 到现在四千多 哦 四千多 我挺知足的 不少 吃药还花不了多少钱 对 大妈年轻时候看自己的孩子 长大了之后看孩子们的孩子 猪猎大妈身体健康 好